1661年4月23日 郑成功轻甩东征大军出事 4月30日 郑成功大军穿越洛尔门 从河流港登陆进入台湾 郑成功给魁一发去刑舰 他说台湾者中国是土地也 5月1日 双方的军队爆发了激战 台海出战 荷兰海军完败 1661年5月4日 古洛名车城头生起了白金 郑成功先打下刺坎这个地方之后 他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二县 形成明朝的行政体系 1661年6月14日 郑成功发出屯肯令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他一边在围困荷兰人的同时 军队散开来让他们去肯重 柳营 夏营 左营 那些的名称的都是 当时候囤兵 御农方式的产物 所以台湾的人把它称为是 开山王 开台圣王或开台中王 围城九个月 决定台湾命运的热兰 蛇城攻防战打响了 荷兰人终于明白 除了离开台湾 他们已别无选择 1662年2月1日 郑和双方终于签订了 《地和条约》 郑成功是以明朝朝讨大将军 国信的身份 从荷兰人手中收回了台湾 1662年6月23日 郑成功骤然驱逝